来讲的话 有没有什么穴道可以让我们按了以后呢 眼睛会比较舒服的 按柔穴道我直接做 可能大家印象比较深刻 好 第一个金迷 这个我们刚才提到天映穴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眉毛内角 眉毛内角两边都要做 我先示范一个就好了 好 这是这个地方 对 眉毛内角 这样用食指按柔或拇指按柔 都是很好的保健作用 好 没关系 哪有 眉毛内角 常做按柔 这边有个凹陷的地方 其实还蛮酸脏的 其实不需要针灸 这样按柔就蛮有刺激的效果 这样按柔一到五分钟 当下你在按摩当中 你的眼睛是要闭起来的 为什么我整条眉毛都觉得很酸 那是太疲劳的意思 太疲劳 这个就是 第二个是叫做金迷穴 在眼内角的地方 在这个跟我们鼻梁的交界点的地方 眼睛疲劳的时候 常在那边做按摩 两边都是 不是只有按单边 这边常做按柔 上下推按 都蛮有帮助的 上下推按 这叫金迷穴 第二个穴 第三个穴 也是个很重要的大穴 太阳穴 在我们的眉毛外侧跟眼外角 在侧边这个地方 这个凹陷的地方 这样按柔 可以用拇指 也可以用食指 常这边按柔 这三个穴道 就是天意穴 金迷穴 还有太阳穴 有时候爸爸妈妈也可以 给小朋友稍微按一下 小朋友有时候念书念得很辛苦 也辛苦 对 还有我们用食指的内侧圆 从下圆这样 从眼睛内侧往外侧刮 这超酸的啊 对 其实也不太需要费力 真的不太需要费力 就达到刺激的效果 一般来说就操作三到五分钟 眼中的保健 但是其实在电的